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号角 今天来跟大家追踪 随着股市持续的走高 我们看到最近 不管是英国股市 法国股市 日本股市 印度股市 都在往历史新高持续的迈进 而我们看到今年以来 不管是费城半导体指数 还是纳指 或者是就今为止的台北股市 都在创了今年波段以来的新高 那值得观察的一个要点 到底本波市场的追价意愿 已经开始回归了吗 还是市场的追价意愿 仍然十分薄弱 市场仍然在持续呈现 嘎空行情呢 值得大家来多做这些留意 那与此同时 美国股市如果持续的走高下去 那通膨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毕竟如果资产价格水涨船高 那就代表着实体的消费支出 和对于未来的复苏期 老实说 整体的拉抬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那对于通膨的意志 要如何来能够得到最终的解决办法呢 只有大家来多做这些留意了 我们事实上从几项数据来跟大家观察 第一是市场的情绪 老实说 这一波即便美国股市 从二三年拉抬至今 美国股市目前的偏空情绪 仍然没有大幅度的改变 我们观察标普500指数的近空摊时长 仍然是创了2011年以来的新高 老实说了 这一波的空单量能如此之大 足以表明市场大部分人追加意愿是非常薄弱的 我相信 做在萤幕前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不是长期的价值投资者 或者像我一样是周期投资者 依循着低级期来做布局 现在老实说 要追高也不是 要逢低不见 感觉也有点难度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反手做空 又怕被嘎 这个就是现在市场上的情绪的动态 老实说了 我一直始终认为本轮的拉抬效果必须有几个转捩点 第一是全面性的情绪的看多 也就是市场相信复苏期期将到来 第二点是市场的低利率 或者说对于下半年的降息预期完全消失 认为经济够强劲到不需要降息的时候 整个市场的反锐点才会出现 这个时候才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回调 我们来观察一下 美银AAI散户投资人情绪指数 的确在过去一周 美国股市在5月17号 当时的整体看空情绪来到三成九 那看多情绪就是22.9% 中利者是37.4% 相对于5月初当时的表现 我们看到当时做空情绪者 偏空者大概是44.9% 现在回调到39.7% 的确做空的人是有稍微有所减少 可是我们观察到做多的人 也从24.1%下滑到22.9% 也就代表着其实过去两周 不只是看空者减少 其实看多者也在减少当中 而唯一增加的是 中利者从31%上行到37.4%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 并没有因为美国股市本人的创高 和台北股市本人的创高 而全面好转 反而是半信半疑的人 中利者反而变多了 这个是第一个观察要点 再代表着市场上 顶多是注意到美国股市最近涨很凶 但是追加意愿还没有完全的涌现 必须再嘎 再嘎个几百点之后 才会让市场上有这种心态上的松懈 那第二个观察点是CNN的贪婪指数 我们从贪婪指数来做一些留意和观察 各位发现 目前大概上行到66 因为过去以往的经验是 那超过75% 才算是进入到极度贪婪的阶段 所以现在66只能说从过去的中利 慢慢的进入到贪婪 也没有到极度贪婪的迹象存在 所以从这几项情绪指标 我们可以观察到 加上台北股市小台最近空单持仓量 也是相对一个明显的偏空氛围 在这种状态底下 老实说的确还有持续半信半疑中成长的局限 我们过去从台北股市去年下烧到万二之后 整体的偏空氛围没有改变的情况底下 就一直是适合部件的时刻 那现在整个转类点好像才刚刚开始出现 也就是市场只是从完全的偏空 转为半信半疑 并没有到极度乐观的倾向存在 那我个人认为本波的拉抬效果 回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 千点式的大回调呢 毕竟即便台北股市进入到牛市氛围 也不代表不会有回跌 反而在牛市当中的回跌力度最大 在熊市当中的反弹力度最为显著 那真正本轮我们看到的反转点 可能取决于市场对于利率的预期 怎么说呢 我们观察一下12月底的Feed Watch 其实从年总会的态度很明显 今年是没有任何降息的空间的 不过我们从12月的Feed Watch来看 现在华尔街针对年底的目标基准利率 大概借在4.5%到4.75% 再来是4.75%到5% 再来是4.25%到4.5% 简而言之市场认为今年大概有降息个2码到3码左右的空间 那问题来了 如果资产价格已经涨这么多 那不就代表着市场上是相信复苏期即将到来的吗 那为什么市场上还是有这么明显对于降息的预期呢 所以这就取决一点 市场的共识还没有完全的一致 大家有多有空仍然处于半信半疑的态势 现在的科技股的多单它就属于多方的那一块硬是把它给拉上来 但是做空的那一块还没有完全情绪的反转点 要不然我干嘛预期它会降息呢 我预期它会降息就是认为经济会衰退 消费会通缩 不会有通膨问题嘛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什么时候这些人 也就是认为有降息两码到三码预期的投资人 开始贴近联准会的利率 认为今年应该会维持在5.25 不会降息了 当这个预期反转点出现的时候 股市照理来讲 就应该会逐步的出现比较大的回调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开始陆续转多了 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嘛 我们早在去年第四季开始做一个中长级建仓 其实当时的建仓目的是在对赌 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的经济好转 为什么呢 从图表上看 我们都很清楚 股价会领先EPS 预估6到9个月 通常股价见底开始反弹之后 6到9个月 EPS才跟着见底 这是过去以往的历史经验 所以在10月份当时的建仓 并不是在对赌第四季的行情 它是在对赌2到3季度的EPS的好转 而现在市场预估的时间线 大概最晚最晚第3季左右 是进入到经济衰退 那老实说啦 核心通膨这么强劲 加上劳动力市场又这么稀缺 是真的不一定进入到衰退的 但不管如何 最差最差的季度 大概就是在今年2季度到3季度左右 预估第4季度就会回到显著的上行轨道 所以本轮的整条扩存循环 不只是股市面已经走完 甚至有可能在基本面的部分 都已经要陆续见到股底的迹象 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就会看到 那我们从股票增持医院来看 小摩的统计观察显示 目前大概愿意增持股票权益部位的 仅仅只有35% 相对于2022年5月份中旬的80% 比例已经是砍半再砍半了 这说明即便市场的情绪稍微有点回暖 那老实说啦 还是一个以偏空悲观居多的氛围 而连准回目前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它为什么不赶快加紧的进行通膨抑制的打压呢 赶快再升息啊 如果经济真的如你所说的这么好 为什么不赶快再升息一马 再进行利率政策打压呢 第一件事情是因为金融业 在三月份爆雷之后 人总会认为有必要进行看厅 第二点 通膨的下行在第二季本来就比较难发生 为因为何 因为整体通膨的最高点 以去年来看 基期最高的时候是在第三季初 而核心通膨的最高点是在第三季末 这就隐含着 如果你要看到显著的那种积极下滑 就去年很高 今年相比下来 跌很多的那种年减幅的话 要在第三季才看得到 那就说明一件事情 联总会现在的停看厅 它是在等第三季的数据出入之后 再来做决定 以防银行性的危机持续的扩大 我们过去也跟投资朋友聊过 从图表上看 只要联邦基准利率大于CPI 本来就可以依照过氧经验 来到一个停止升息或者暂停升息的条件 包括当时2018年 06年 2000年 95年的经验 当时的绿色线 也就是联邦基准利率 都是在高于CPI之后 宣布暂停升息 为什么要那么早暂停升息 不等到2%呢 因为整个升息的进程 它的传导效果和速度 时间线是比较长的 那由于时间线比较长 造就了通膨 有可能下滑的趋势 即便联总会暂时停止升息之后 也不会改变 所以联总会目前的目的就是在观察 通膨会不会显著的下行 好了 那我要告诉投资朋友 我认为第三季 就算数据出来 下行速度也不会太快了 所以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复苏期正在逐步的反映在资产价格当中 那第二点是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 今年我是不管怎么样都认为 不会有大规模深度衰退的现象发酵的 原因为何 我们从数据上看得很清楚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 目前美国25到54岁的人口就业率 大概已经复苏回2020年以前的水平了 可是我们观察到 美国55岁以上的人口就业率 老实说 仍然远远低于2020年的水平 这说明什么事情 美国人真的有大规模退休潮开始发酵 而且呢 由于过去的移民政策法案 加上常新冠所造成的症状 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离开劳动力市场 这就形成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极度紧翘 所以即便科技业裁员裁的再多 它也比不上服务业招募人数的速度 这个就是目前美国劳动力的现象 那这种现象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现象 它除非突然有一堆人开始大量的移入到美国 要不然这种现象是不会改变的 那这也造就了我们观察到核心CPI的部分 老实说 商品所造成的通膨效果已经不是那么显著了 我们观察图表 反而现在主要集中的是在核心服务CPI的部分 我们从图表上来做一些叙述 各位就可以理解了 你可以观察到 黄色区块是核心CPI的服务部门的部分 老实说 这一次的权重真的是居高不下 这恰恰说明一件事情 商品和原物料本身已经没这么贵 但问题是人力太贵 人力它具有高强度的僵固性 远远高于淡价农产品或者贵金属价格 为什么呢 因为工资水平我们都很清楚 受到法律的监管 受到工会的监管 在美国基本上没有任何调降的机会在 但是菜价原物料价格都会波动 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们可以观察到 我认为即便今年明显在第三季 有显著的基期的下滑 但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通膨下行的速度 可能还是比预期来的低 那就造成了联总会更难降息的理由之一了 所以节目到这边 我才跟投资朋友了解 股市到底能不能持续的走高 它取决于短期内市场的情绪 那这种情绪老实说 还在悲观中 或者说半性半性中成长的阶段 但是通膨能不能显著的下行呢 老实说啦 高不成低不就 你也清楚不会有停止性通膨 毕竟它已经产生一些效果了 但是低不就 它也不可能下滑到哪里去 那市场就会在这个振动期当中 逐步的半性半野中成长 迟到基期效果 等到2024年 等到2025年 这个通膨的基期效果 自然就能够淡化 当然物价是绝对回不去了 这个就是我们面临的处境 所以投资的重要性就在这边 那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观察到 现在所进入的复数氛围 就有一点类似于2015年到2017年那一波的复苏 或者12年到14年那一波的复苏 就市场在经历过适度的库存循环的振动期 加上当时都有各自的危机 11年的欧债危机 15年的上振股灾 18年的美中贸易战 各自危机加上库存循环的变动之后 让市场开始要进入一个相对Nike勾勾型的复苏 而这一波复苏期 照理来讲 市场绝对不可能是以乐观来看待的 一旦乐观 那随之而然的就是紧急的资产推高了 反而不留意于股市的持续上扬 所以提供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 行情随时都在变 但是不变的事情是 股价反映的就是基本面 货币政策可以改变整体股价的高低 让它无法改变基本面的走向 它只能把基本面的走向拉长或者拉短 但是趋势就在那边 提供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参考和留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同时也可以收听我们 每天早上八点半的早晨财经速解读直播 每天早上我都会跟着 国际新闻的概况来做一些即时解读 提供给投资朋友 多做一些留意和观察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礼拜一 财经号角再相见 拜拜